不断冒发防疫之乱 陈时中的满意度 从前年91%的高点一路下滑 根据最新的民调 目前的满意度跌到43% 不满意度则是飙高到50% 郭正亮就质疑陈时中在记者会上 面对他要把新冠肺炎降级 去选举等等传闻的时候都不回应 碰皮陈时中是要选举就是落跑 如果不选的话 表示重温是假消息 为什么都不办呢 陈时中的民调下滑 看在绿营的眼里似乎也尴尬 疫情肆虐 老百姓痛苦 但是陈时中选还是不选 却是藕断丝连 他到底想等什么呢 小新 他当然是还是想选 因为大家记得吗 他一开始在今年2月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不要脸 那时候各国疫情都还在持续 然后很多人都预警说 台湾接下来可能会往上升 但他觉得当时疫情没有很严重 2月 他就说这个要选的话 他要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快看到了 看到镜头的曙光 没事他就要去选了 很清楚 那时候他上了一些节目什么的 结果三四月 开始往上飙升 他动不了了 那最近被问到的时候 他也没说他不选 他说不必等我 我们没有在等你 我们施老师有在等吗 韩兵哥在等吗 立委委员在等 没有人等你 你如果不选就告诉大家说 我没有要参选的大帅 一般正常的人的回应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不需要多做思考 可是他说什么 不必等我啦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因为绿营内部现在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如果要等到8月才让他选的话 台北市他8、9、10、11 第四个月跑得完吗 以及他的仇恨值在台北市 坦白说很高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诚实中在所有台湾的县市里面 对台北最坏 你对台北最坏 对南部很好 结果你不去选南部 你要跑来非得选台北市 不可 我说真的台北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举例来讲 快筛阳性视为确诊 你等到整个疫情 往中南部烧了之后 你才开放出来 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那么大的PCR压力 可是台北跟新北呢 我们整个度过前面那段 非常不舒服的这个日子 大家都很痛苦 疫苗也一样 快筛也一样 每次都是台北需要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给 可是屏东当时 Delta病毒进来的时候 魏福不是出多大的力 全面的进去帮他们 所以陈时中要来选台北 我说真的很奇怪 但一开始绿营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只有陈时中来选台北能赢 现在说法不一样了 现在的说法是说 如果不让陈时中去选 会证明民进党的防疫失败 大家感受到落差了吗 这就是民调的差别嘛 当他有八成九成的超高支持度的时候 当然民进党是万众一行都觉得 你来选台北 你想选台北就给你选台北 因为你选台北拿得下来 对民进党来说大功一件 可是现在为了让他能够去选 可是看到他民调现在又这么低 台北人又满讨厌他的 这时候就变成是说 如果他没有去选的话 我们2022不用选了 因为防疫失败 现在民进党还要选什么选 所以用这个理由让他去选 而不是因为他够强 不是因为台北人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爱台北 或是他对台北 有任何的市政愿景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说 民进党完全是一个政治选举的动物 他们现在就只想着说 要让陈时中去选 才不会让防疫被大家看破手脚 让他们2022年选得不好 可是我就问 那更多人不关心这个 你的选举你能不能选上 他关心的是 我们现在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 为什么儿童重症44人 里面有17个儿童是去世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说不必等我 事实上的情况是 就算要等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离开指挥中心去选举 我觉得所有的台北人 真的会看不下去 会唾弃你的 就算他出来选 能够证明防疫是成功的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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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